大家好,我们是SNM 我是方法,我是医官 世界上有许多跟医疗有关的标志 比方说红十字吗? 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最近话题十足的那个 世界卫生组织的logo 你有没有好奇过啊 为什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logo上面 是一根手杖上面缠到的蛇 没有,我又没有加入 关心到组织干嘛 也是啦 不过呢,这条蛇除了出现在世卫的logo上之外 你也可以在卫福部还有救护车的后面的 蓝色六角星上面看到 嗯,好吧,这可能就跟我们有点关系了 关于这条蛇呢,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呢,是传说以色列人在渡过红海之前 不停的向上帝抱怨 上帝便降下了火蛇来惩罚这些以色列人 让他们闭嘴 嗯,以色列人呢就像摩西求情啊 摩西就奉上帝的旨意 打造了一根柱子 上面缠绕着铜蛇 只要被铜蛇所凝望的人 召伤就能够被治愈 哦,跟那个梅杜萨刚好是相反 对了 对啊,就像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嘛 就是可能神话上也是一种挪用 嗯哼 另外一种说法呢是 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勒皮尔斯 传说阿斯克勒皮尔斯的手杖上面缠绕的蛇 他会用这个蛇毒来治疗病人 嗯哼 这个蛇杖呢就称为是阿斯克勒皮尔斯之杖 蛇杖中的木头呢 象征了人类的脊椎骨 哦哦 也代表着进化和灵性 而在墓葬上面缠绕的蛇呢 就有更生成的意义啦 因为蛇每年都会褪皮 就很像是重生一样 传说呢在古希腊被誉为是 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 就是阿斯克勒皮尔斯的后代 嗯哼 这个希波克拉底诞生于西元前460年 那时候的医学其实相当的不发达 嗯哼 他在当时呢 理性的把医学跟巫术分开来看 就是把医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 专业学科 对于当时的希腊甚至是 全世界的医学都有很大的贡献 嗯 而他所定下的这个医师的誓言 到现在人是医生作为宣誓词 沿用至亲 那这些传说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有一种名为麦尼尼线虫的寄生虫 它从而在这个世界上超过了100万年 是一种可能寄生在人类身上 最长的一种寄生虫 哦最长啊 嗯 嗯 而古代治疗它的方式呢 就是燃烧寄生虫所产生的农泡 诶诶诶 怎么突然讲到这么恶心的话题 这个寄生虫呢 就会感到温度的变化 并会从农包之中串出来 这个时候呢 人们就会在农包旁边放了一根 小木棍 嗯 然后这个寄生虫就会缠绕上去 是不是很像世界卫生组织上面那个logo 诶不是啊 可是这样子说也太小夹子气了吧 比如说用一根蛇 一根小蛇小木棍 然后说是这个神障 嗯 那没办法 古人想象力就很丰富嘛 嗯 不过是说啦 这个用寄生虫来比喻 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合情合理的 嗯 卫福布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logo呢 哦 那可能要放出这种理 值得一提的是 炼金术中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十字架 叫做 佛拉曼尔之蛇 这个是贤者之石的发明者 炼金术师 尼古拉弗拉弗拉曼尔的符号 哦 我知道 我想那个可能很多观众也都看过 就是这个钢字炼金术里面有出现过的那个十字架 嗯 那一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蛇呢 便是北欧神话中的 耶梦迦德大蛇 耶梦迦德在北欧神话中 具有毁灭世界的力量 佛拉曼尔的符号就象征着 炼金术藐视神话 而更加相信理性与研究 那种狂傲的态度 就像是西波克拉底这种 传统信仰的巫术中抽取了医学出来 也像是呼应医学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学问 嗯 哦对啊 只是那个蛇不是在基督宗教里面 象征的这个撒旦吗 哦 所以 科学凌驾与感性之上嘛 讲是这样讲啦 不过他们的灵感还是来自于 神话里面的蛇就是了 嗯对啊 今天的SNM就到这边啦 我们下礼拜见 哎 啊那个红十字 还有那个 一救护车上面的那个 蓝色六角星呢 听起来像是 另外一集SNM的故事 嗯